今天是在重庆的最后一天 也是这次旅行的最后一天 今天计划把重庆室内热度比较高的景点都逛一下 早上跟着导航先到了一个环形的路口 这里路况错综复杂 好几层道路 导航可能是对的 但是我们看不懂 在这里我们还第一次见到了这么近距离的 从头上通过的轻轨 后来才知道在重庆 轻轨可以从地下过 也可以从你头上过 也可以从你身边过 绕来绕去上来下去 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走的对不对 但最终穿过了一个正在施工的地方 穿过搭好的严严实实的通道才走出来 今天是我们在重庆的最后一天了 然后今天我们就把这些 就在城市里边逛一下 刚才我们走过来走错了好几次路了 在重庆 你的地图真的是不能离手 重庆山城建筑真的是错落的 各种错落 这种景观是其他城市没有的 但是也没有什么规律 经常找不到路都是很正常的 你看公共卫生间 半山一二的厕所 刚才左边有一个小路 要爬山 对面根本看不出来 原来这有一条可以走路的路 这个1.6公里 还是打车吧 不怕下回 然后我们往哪里走 继续往下下 我怎么感觉我们又走错了 我怎么还是觉得我走错了 又走错了 又走错了 什么还是在想一下 下边没下边是森林了 前面那个房子怎么全是铁丝 不是那个叫 这叫啥给封起来了 那个谁知道呢 整个他们可能觉得大家都想弄 那我既然这样 我不如直接给你做好了 全是一模一样的 对 这还能下去 长江十年近 哇塞 这底下是啥地方 咱不用下 他只走就行了 刚好 这个酒在这里发酵就可以了 就跟那放着就行了 是放着 这保存没用的 这种地方保存酒 会保存特别好 我们到了一个地方 红岩村朝天门 红岩革命纪念馆 全长10公里 10.88公里 好吧 走吧 大家就是来拍那个 对 哦就是从居民楼里穿过的那个 从居民楼里穿过的那个 哦原来是这儿啊 哇这还有这个彩绘桥 怎么这人都从哪刷出来的 咱们走过来这个方向怎么没人 到这全人 是个大车啊或者什么 别的路 好复杂 好复杂 是呀 好复杂 这就是在居民楼里的地铁 叫地铁还是叫城铁 不知道怎么叫 好复杂 这就是拍的 哦 他都在等地铁 等那个车过来连拍照都要等 快了快了30秒 来了来了 车来了 还好这个车进站的速度还挺慢的 来自己帮自己转一点 对 没啥 现在 中间搭配来一个 中间搭配 随便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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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好了 随便玩 随便玩 进去了 这是离子坝 金铁站对面的虾淋椒 刚拍这个还分闪 还有两辆车同时在这个地方 还分颜色 对 还有两辆车同时交错的时候 要这辆车出来 那辆车进去 哦 现在应该能拍到这辆车出来 那辆车进去 好 就走吧 就可以了 等了两辆车 下边是抗战遗址公园 我有点走怕了这里 昨儿一天就那啥了 熬公果 这是旧址 原来的房子是这样的 这是高宫馆 他还锁上门了 放在集址建筑 高宫馆没开 对 这是不是得对面看 这么高的独栋啊 这是 印刷厂 就职 还有一上班 沦陵旅游区 我们现在在哪里呀 我们在这里 再往上都是那些建筑 就是各种旧址 好像五铁城关顶 我们在这儿呢 这里 这里 再往上 就是那些地方 一会儿往上走 好 这是唯一一条可走的路 不对 你看中间还有什么风潮快递柜啊 什么之类的 它没有呀 咱们这个 看上我楼梯啊 看见没 这不就这个楼梯吗 底下吗 不是往上走吗 往上平的 对啊 是底下吧 到我个底下平的过去 我们得过马路就对了 是啊 我觉得可以坐这个电梯上去吧 它有个电梯 走吧 先过 怎么着都是先过马路 对 这电梯往上去都不知道 你从看去 你从看去都没有那么好 嗯 嗯 好难送 这电梯应该从那个两个 两个头出来的 那里面 这把垃圾头放点 这样 哦 这里有三层地 刚从地上来又上到了一层地 上面还有房子 有特殊 是有点复杂 是有点复杂 又是坡 好多坡 好多坡 咱过去吧 你看这儿还写着实际为我管一百米 你牛逼 是吧 嗯 这不一百米吗 咱们先上吧 先上吧 让车先过去 不能看它的平面图 那里面图 那里面图根本没有 是啊 就是我跟你讲 今天要不是你还要坐电梯上来 我根本就找不着这个地方 原来是在山上 哇 居然还能找得到 我肯定就在底下转了 到了才发现 周一的史迪威博物馆 和对面的飞虎队陈列馆 都是闭馆的 我们只好继续向上走去 俄岭二厂和俄岭公园的方向 千万不要看它牌子上写着500米 500米 755米 千万不要相信这个数字 就500米少多两公里 对 有可能你就去山下边了 对 像比如离子坝景观台 就得山下绕好大一圈 你还坐个电梯 套战遗址公园也对 刚才那 你要不早的小区 这电梯都上不来 对 刚才坐那电梯 应该有几层 七八层吧 十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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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找路是个费脑子的活在这 能这么近 这也太近了吧 完了没见过 土包子进城 比较近的 哇塞 神奇 那你再坐会儿吧 你这底下是离子坝 然后这还可以往下走 我的天呐 这是可以走到那个 什么 离子坝站 哎对 观景平台都可以 你可以先坐一下 过去 一下走的 咱俩坐电梯上来的 你想想从这个走到 走个十来楼 所以应该离子坝再坐坐地铁 太好玩了 这 他说只要二十七百五十五米 我根本就不信他了 少说在几公里 我们刚才就在底下那个观景平台那 现在能看见 在那个位置 但现在我们已经在山上了 这儿的路修得很好了 就是兼顾了很多行人什么的和车 这是啥黑洞洞的房子 这是个旧房子 怎么不给他拆了呢 不算呀 拆了他干啥 挡路啊 一放公园 对是这里 俄岭公园还要一公里 相信我走 我马路肯定能走到 就是绕是吧 对 这个更直接 但是 我的天 你说他飙着往这边三百五十米 这三百五十米是高度呢 还是水平的 距离呢 我觉得水平距离 高度他没给你算 当然 从你步行距离上来 嗯 但是我要抵抗重力做工啊 对啊 好了 他变成三百四十五了 来 开爬吧 这最多往前也就十米 对 最多也就十米 他们呢 带来身体的地方在这里 半身腰上 这就是重天啊 这什么 半山崖线 刚排半了 这个东西可以拍出大长腿 人已经变形了 真的 来重庆是来爬山的 不是来逛街吧 这个逛街就是 爬山 你看那牌子 河岭公园 这叫健康路 为什么叫健康路呢 就是 天天爬山就变得很健康 嗯 是 是缓坡了 然后前面热闹起来了 应该是景区到了 俄岭二厂曾经是中华民国中央银行的印钞厂 所以有很多厂房 现在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时而清新 时而颓败 时而复古 时而现代 很多人工造景 比较适合喜欢拍照的人 我们在这里就溜达了一下 继续往上走去 俄岭公园了 这叫什么 防盗模式 好酷 好酷啊 没必要 能走正门还是走正门 对 到了俄岭公园 对 什么丹麦瑞士什么那个公使馆 哦 各种使馆 好的 刚刚有拍照的 两天吧 虚伤了 对 中华民国的公使馆 就 什么叫公使馆 就是大使馆 哦 大使馆 丹麦公使馆就是 哦 它怎么都关门中 哦 好吧 不让进 哦 是这样 他承认 南京汪精卫政权 也承认 韦满洲国傀儡政权啊 中国国民政府与之断交啊 关门 关闭了 41年 这里就是原来它使馆区就这么个地 就各个国家的使馆 哦 就一个房子 那种国际法还没那么那么那么那种呢 现在不一样 现在都有国际法通缉了 嗯 那土耳其 土耳其的 直接使馆之间 没事也上上门 打打麻将什么 这边打穿麻 哎 这有个古树 看看多少年了 一百七十年 嗯 罗汉松 对 这个盆景是他们的非遗 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是修这个盆景 刚门口看见了 我这底下怎么直接直上是啥的 禁止攀爬 这种好多 你敢爬吗 哎 这还有一个远望镜 对啊 这坐着比刚才那好 这块晴天的时候应该是很好看的 观景台 今天下雨啊 起雾了 飞阁这还有个碑呢 这有个碑 还繁体字的 隔岩 1994年下海 啊 94年啊 人民政府建为公园的时候 厉害 抗战时间 蒋介石和宋美龄 曾在此避暑 飞阁之下 修了防空洞 下面有个防空洞 这底下 应该就可以去那个防空洞里吧 我不去了 我可不想再下去了 有点长 哦 我犯处了已经 不上去了 但是开两个我又回去 人家都上去了 哇 这十分三秒 哇 我不信 我要试试 我不上去了 我也不上了 那个是可以往上蹬的 对里边有人 我就不上了 看省楼 哇 这上面 风景应该很好 我在这等你 那我不上了 你看 今天那么大雲 对 对 天晴的时候可以 我领公园 郁郁葱葱的环境很好 也很幽静 有时间的话 可以在这边散散步 从额岭公园出去 我们打算坐地铁去山城步道 当然地铁站也不是这么好找的 虽然只是排一个街一个 但整个寻找过程都在自我怀疑 我真的走对了吗 一不小心就误入歧途 啊 又找不着了 那是在这一侧 这一侧的话 我们应该从这下去 这一侧对吧 走这一侧肯定出不了呀 因为 那有一个蓝的 走这一侧肯定出不了 不要过马路呀 那就这个吧 上面 桥上根本看不见 这还有个入口 原来是往地下走 好的吧 很酷炫 不到跟前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有个啥 从俄岭地铁站坐地铁到山城步道 出了地铁站仍然是着陆之旅 跟着导航穿过小小的居民区道路 我们还走过了一点 又返回找到了入口 我觉得这里通道要比18T窄很多 也是一条有坡度的商业街 对面可以看到江景 离开这里之后 我们又经过了18T来到了简放 背步行街这里吃晚饭 这三个地方距离非常近 步行的距离 来玩的话可以放在一天的计划里 憔悴的两个人 我们最后来吃了个鸡花 我尝尝啊 吃个猪蜜汤 不用气 那汤肉很棒 嗯 这桃底怎么底下还有什么豆子 嗯 云豆 什么豆啊 云豆 姜片 对不起我搅和搅和 这是什么云豆 对 山豆也是大号山豆 怎么这么大呀 这大号的山豆 没吃过这个 还是挺鲜的 不吃辣的 给来吃这个 你觉得吃过完 吃过 我觉得吃过完 我还没吃完 我还没开始感觉咋劲呢 我真饿了 今天在炒一顿 吃好多东西 还是不饿吃 它是有豆瓣酱在里面 其实对干料不是很 对 重庆的两天里 成都三天多累 对 成都的 三万部没有重庆的一万五千部累 去什么重庆的随随窝 那你就把它当 杀 对你就把它当杀 就太行 酒店对面正好有到达机场的大巴车 机场大巴的停靠站是和公交车站够用的 我们就直接坐机场大巴到机场了 重庆机场快车有好几条线路 看看有没有离自己酒店距离近的站点 这边交通是真方便 选择比较多 我们这次的五天四晚的成都 重庆之行就结束了 玩得很开心 这期视频也就到这里了 拜拜下期见